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开幕 届时,大批赛事注册人员和持票观众将乘坐冬奥列车往返于北京赛区和张家口赛区的场馆之间 对于他们来说,冬奥专线火车票怎么订,外国乘客购票是否方便 1月19号,中医社记者走进铁科院12306,一探究竟 据悉,冬奥列车将于1月21号至3月16号开行 为方便注册人员快捷订票 铁科院升级12306系统,开辟了冬奥专区 对于注册人员呢,是服务我们冬奥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包括媒体记者,包括服务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志愿者 我们可以捡进去,经过认证以后呢 可以在这里面去根据我们的这个需要 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冬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车站 比如到太子城 根据我们的权限呢,去约定相应的席位 在这个界面上呢,可以显示我们这个听票的这个信息 同时呢,我们可以点三马乘车 展示出一个乘车的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拿这个二维码呢,直接进站乘车 持票观众也可以再次订票 订票前,观众需要绑定东奥门票号 赛事场次,管卡人信息等等 绑定成功以后呢,他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赛事的这个信息 同时呢,根据他的赛事信息呢 可以按他这个需求呢,去预定他这个车票 在东奥专区里面买的票呢 一个是注册人员,一个是我们的支票观众都是免费订票的 不需要付费 同时,针对国际旅客特点 铁亏影还开发了12306网站 手机客户端及自助售票机的英文版界面 其中英文版自助售票机界面和中文版类似 支持售票,推改签,打印购票信息单和保销凭证等功能 这个操作的流程是保持了我们现在既有的中文版的这个操作流程 然后是在界面上面将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文字提示转换来了英文 然后同时包含了一些英文的语音的一些提示 供那个外籍人员这个方便的操作 据介绍,东奥专线上的自助售票机还增设了旅行证件读卡器 外籍和港澳台旅客可以用护照通行证等证件直接在自助售票机上购买车票 然后同时针对这个冬奥会期间呢 有一些外籍旅客可能初次到国内 然后有一些这个银行卡可能不是咱们国内认可的 然后所以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那个外卡支付的一个功能 可以支持像那个Visa呀 然后GCB呀等一系列的这种国际的信用卡和银行卡 MING PAO CANADA